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单纯来看这座建筑的外观 其实还算不上失败 然而在2015年的时候却被评为了英国年度最差建筑 原来整栋大楼的南侧部分用的全部都是凹面玻璃 阳光经过折射会恰好照在路边 这样就会对经过这条路的行人车辆造成很大的影响 照的人睁不开眼还好说 据了解 曾有一辆豪车停在了路边 当车主回来后发现 车的一侧竟然直接被反射来的阳光给晒焦了 也正是因此 这座大楼也成了伦敦市民最想拆除的失败建筑 对于这座对讲机大楼 小伙伴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